大家好,我是清泉 今天我们来到了长安东侧的离山脚下 离山它是秦岭向北突出来的这么一条支脉 在明山会翠的中华大地上 离山既不高大也不雄奇 实在是不值一提 但就是这么一座名不经传的小山头 却总能演绎出一些传奇的历史事迹 秦始皇选择在离山脚下修建它那浩大无比的地下林情 杨贵妃也爱上了这里的一池泉水 并在这里修建了这富丽堂皇的华清宫 在世人的笔下 华清宫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 但同时也是一个败王之所 华清宫就像被上了魔咒一样 似乎每一个跟他沾上边的人都免不了被父王的命运 唐明皇跟杨贵妃就是在这里一步步的败坏掉了大唐基业 并且在这里奏响了他们的爱情悲歌 圣唐中落就是由此而始 最后的结果就是唐明皇出逃长安 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探究竟 离山不仅风景秀丽 而且这里的温泉也是水暖华润九富盛名 走在周幽王的时候 他就已经看上这块风水宝地 并且在此建有行宫 之后的秦始皇汉武帝 直到唐朝的几代天子 都曾在这里建有离宫别院 但是真正是华清宫达到他的辉煌巅峰的时候 还是在唐玄宗李隆基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值上城 贞观之质又经过武则天长时期的成殿 使大唐真正的达到了他的集圣 我们常说贞观之质 其实李隆基开创的开源盛世 又比贞观之质更加繁荣 又面对一片太平富足的景象 这个时候皇帝已经有了足够的财力 跟精力来扩建华清宫 那个时候的离山上上下下 全部都建满了亭台楼阁 山上有亭台 山下有楼阁 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个华清宫是坐北朝南 背靠离山 面向渭河 尊水极佳 白居就曾在长恒歌中写到 长安回望绣城堆 山顶千蒙次第开 那个时候的华清宫是 大唐盛世的第一行宫 华清宫因为有离山温泉的存在 也成为了中国著名的碧寒圣地 所以不要只知道 承德的避暑山庄 还有离山的碧寒圣地 这些宫殿全部都建于 一个个的温泉之上 其中最著名的 自然就是唐玄宗 为他自己修建的莲花汤 还有特意为杨玉环修建的 海塘汤了 要知道在唐玄宗 所有的嫔妃当中只为杨玉环 一个人修建有汤池 可见杨玉环的地位是非同雄长的 后宫家里三千人 三千宠爱余异生呀 据说杨玉环不仅有碧月 修花之貌 而且他的皮肤也是非常的细腻光滑 据说这应该是跟他长时间 在华清池的泡汤沐浴有很大的关系吧 关于这一点 长恨歌中也有说明啊 回头一笑百媚神 六宫粉带无颜色 冲寒赐欲华清池 温泉水滑喜宁之 看来离山的温泉有奇效啊 大家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 厉害了啊 这个是当年杨贵妃御用的这么一个汤泉 它的名字呢叫海塘汤 这个汤字呢在古代 就有代表温泉的一个意思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进到里面 看一下它里面有个遗址啊 具体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海塘汤池的这个具体一些 内部结构的一些构造 那么现在大家所能看到的呢 就是杨贵妃啊 沐浴的一个地方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叫它海塘汤池呢 它这个整体的 从上往下看的这个形状呀 貌似一朵盛开的海塘花啊 所以说叫它海塘汤池 这个汤池呢 是1982年的时候被发现的 然后在1990年的时候啊 出土的啊 这也是为给研究这个 中俄古代的这种这种沐浴史呀 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依据啊 大家转转看一看啊 那咱们现在呢 看一下它这个海塘汤池的 整体的内部结构啊 我给大家指一指啊 在我手指所指的那个方向啊 看到没有 这个池底啊 有一个挖形的一个地方啊 这个这个呢 就是它当时的一个排水口啊 然后呢 这儿呢 有一个入水口啊 它大概有个十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吧 在这个以前啊 在刚这个汤池刚出土的时候啊 这个入水口这儿呢 有一个用一米八高的汉白玉 做成的一个花伞 也就是在1300年以前呢 这个中国已经有了花伞了啊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底部啊 这个底部呢 它是有若干块这种青石组成的啊 比较平滑啊 呃 从官方的这个口吼中我们得到啊 组成这个最底部这些青石呢 它的名字呢 叫青玉啊 总共有24块非常平滑的青玉 组成了这个汤石这个底部 那如果既然是这个 有24块啊 也就是有若干块这个石头 组成这个底部呢 它就会面临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技术问题啊 在当时候那个年代来讲 因为石头跟石头中间 它就它是有缝隙的嘛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水这个东西啊 它是无孔不钻 无缝不入的啊 既然有缝隙 它就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技术难度 就是整个这个汤匙的一个防水问题啊 今天呢 大际就给大家讲的这个 这个防水问题呢 是可能你在其他地方所听不到的啊 大家不要看这个整个汤匙 它是属于地表以上第一层的一个 这么一个地方啊 由于它是第一层 它这个防水啊 就显得尤为重要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说水啊 沿着这个缝隙往下 不断的往下渗的情况下 如果长期以往 势必对它这个整体的 这个地方所在的一个 地质结构啊 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咱们经常见 有些这个地基塌陷啊 由于渗水导致地基塌陷 这些事情啊非常多 但是整个这个 从它的仪式上来看啊 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整的啊 似乎没有发生过这种啊 地基下沉的这种啊 这种现象 那么在这里呢 咱们可以断定的是 在当时候建造之初啊 它这个汤匙的防水 是做得非常好的 而且据实际资料记载啊 它这个汤匙一直沿用到 清代的时候才被废弃 也就是差不多 也有小1000年啊 就是这个汤匙本身它用了 小1000年啊 才被放弃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需要讲一讲 它的供水跟排水系统啊 供水跟排水系统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就是啊 这儿有个有一张图片啊 就是当时候拍的 它出头以后 它的一个供水跟排水管道啊 就是这种管道啊 陶管 因为中文古代啊 它没有这个什么 没有像咱们现在用到的一些 PVC啊 这些管道啊 怎么办呢 它只能就地取材啊 这个陶管呢 非常简单啊 就是什么 就是咱们平常所能见到这个房屋上的瓦片 然后烧制的时候呢 把它烧制成一个管状物 而据我们现在出土的这些陶管当中呢 它整个这个排水管跟 净水管 它的这个管道啊 它不是一整根啊 不是烧制成一整根的啊 中间有这些若干跟这个小的这些管道连接的 而且啊 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啊 然后依据这个地形啊 特殊烧制的这这么一些管道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对整个中国古代的这种制造业啊 它是一种考验啊 因为管与管之间 它有连接的这些接口啊 制作出来这个东西呢 就必须的要求非常精密啊 它中间不能出现泄漏呀 这些问题 所以说啊 这个整个这个汤匙呀 它不光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啊 这个遗址 为什么说它很厉害 它对整个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沐浴史 以及沐浴的一些建筑 是非常有意义的 现在呀 我们看到这个汤匙呢 是华清宫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汤匙了 它仅次于李世明 用的那个汤匙 这个汤匙呢 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 莲花汤匙 它还有一个 其他的名字 叫什么 叫玉汤九龙殿 啊 那么从它这个名字上啊 其实大家可以猜一下啊 这就是整个 这个 花清宫第二个 咱们今天要 着重讲的第二个主人公啊 唐玄宗李隆基 御用的一个汤匙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很多人都说这个李隆基 应该是跟杨贵妃 他是共用一个汤匙的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啊 在当时候呢 这样的事情是不允许发生的啊 在中国古代唐朝呢 虽然开放 但是该有的一些传统理智的这些规矩啊 还是必须得遵守的 那么一会呢 我给大家拍一下那个李世明那个汤匙 也是整个华清宫最大的一个汤匙啊 现在咱们看一下这个汤匙啊 规模挺大的吧 这是整个华清宫规模最大的一个汤匙啊 这是唐太宗李世明啊 专用的一个汤匙 它的名字呢 叫新城汤啊 新城汤匙呢 它是分为两个部分啊 咱们现在所所看到这个池呢 叫陡池啊 然后啊 刚才手指所指的那个地方啊 还有一个池啊 那个池呢 叫魁池啊 陡池跟魁池啊 整个构成了这个唐太宗李世明这个啊 华清宫最大的一个运用的汤匙 那么这个李世明这个汤匙啊 它的建啊 从建筑方面啊 从这个整个格局分布方面非常有讲究啊 它是按照这个北斗七星这样去分布的啊 但是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啊 咱可能对这个风水这方面不是很专业啊 但是大概呢 我查了一些资料的时候啊 人家这个资料上面就是这么说的啊 大概了解一下就行 其他的呢 我就不带大家过去拍了 也就是这么几个图坑 每个都差不多啊 就把最有代表性的三个给大家拍一下就行啊 华清宫最让人刻骨铭心的 自然就属唐选宗与杨玉环二人之间那段 七美的爱情故事了 大家都知道长生殿吧 七月七日长生殿 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做鼻鸟 在地愿为连里之 这是一段多么令人羡慕的爱情故事啊 可是这样的爱情故事 却确确实实的发生在我眼前的 长生殿内 七夕之夜 唐玉环与杨玉环二人曾经在此对天蒙事 如果去掉别的不说 就二者之间的这段爱情故事来说 绝对称得上是惊天地气为神 在这种太平盛世的烘托下 在杨玉环的陪伴下 缔造了开源盛世的唐玄宗 后期开始慢慢的厌倦全力出于朝政 整天沉迷于华庆宫这种奢民享乐的生活 正当他们纵情酒色歌舞的时候 安石之乱爆发了 唐玄宗出逃四川 杨玉环也被遗死在了马尾坡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杨玉环被遗死的内顺间 唐玄宗的内心该是多么的凄凉无助 什么叫玩物丧志 一个本可以创立丰功伟绩的帝王 一个太平盛世的国家 就这样在温泉水雾歌舞升平之中消失殆尽 唐玄宗本人是一个非常具有音乐天赋的皇帝 他本人是精通音律 精通各种乐器 而且对曲乐舞蹈有非常高的造诣 最主要的是他还会谱写词曲 那首著名的语玲玲就出自他手 像唐玄宗这种酷爱音乐 又极富艺术天赋的皇帝 在我们历史上不多 那个最会画画的宋徽宗算一个 南唐后主李玉算一个 对于他们来说 我们只能说是国家不幸艺术性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们毕竟都是皇帝 拿唐玄宗来说 来说的话 自安史之乱之后 唐朝呈现出断崖式的衰落 直接由盛唐转为乱史 以至于许多人都是扼腕叹息 要梦回大唐 其实在后世的朝代之中 也有诸多朝代在某一方面是超过大唐的 就拿宋元明庆来说 他们或疆域辽阔或经济强盛 或者是文质昌明是吧 但是要说全盛 还是不仅盛唐风范 唐朝确实是我们中国历史上 一个引以为傲的朝代 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没有这种王朝更替 哪有我们现代文明呢 可是我们还是要梦回大唐 为什么呢 如果把中国古代当做 现代文明的前身去回顾的话 我们还是喜欢那个 一起风发的少年 由于疫情的原因呢 好多华清宫内好多室内的 场馆都是不开放的 而且我们也没有上离山 因为离山上好多的 电阁楼宇也是不开放的 所以呢 想来华清宫来游玩的朋友们 我还是建议你们过段时间再来吧 毕竟这个萌票也不便宜 来一次主要值得嘛 今天华清宫的视频呢 就先录到这里 我是清璇 咱们下期再见